没啦 一切都没啦 无奈摇头探袭在新庄买下一楼店面和旁边的铁皮增建平房 没想到才刚买下就收到市府发函 违禁限期拆除 谢先生怒控卖方刻意隐瞒 问那个屋子 屋子说那没有关系啊 那个都以前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那个没有问题啊 介绍买房的是乡市七八年的老同事 当初挂保证绝对没问题 怎么也没想到会被骗 谢先生买下后分租给红豆饼摊 机车店和套房租金打算拿来孝顺八十岁老母亲 却都拆光光 当时装修费十九万 拆除费十万 还有多付出的买卖价金两百六十万 告上法院求偿却败诉 近三百万元 等于白花了 买屋白纸黑字没写清楚 卖家吃亏只能自己认赔 但民众买屋还是得要多注意 许多屋主都会自己增建空间 包括常见的阳台外推 加装铁窗 顶楼夹盖 室内做夹层或是私自搭建铁皮屋 每一项不是处法 就是游走法律边缘 看房一定要仔细 有没有增建 改建 违建 禁建 或是拆除重建 产权持有期间是否收到 违章建筑查报通知书 或限期改正通知书 这些都要在合约上注明清楚 私下买卖时也要当心 有不肖屋主刻意隐瞒 其中一个房间明明就有币 有漏水 那他就故意自己卖 他就不要透过仲介 然后客人来看的时候 他就说 其中的那第三个房间不能看 因为可能我公公婆婆 或者是我的小孩在里面睡觉 不方便打扰 双北市政府积极打违建 买卖房屋就怕买到违法增建 赔了房子 连辛苦存的买房钱也石成大海 记得陈志云 温斯汉 新闻市报道